吴东燕在民事八点当,市井豪门,终演出,因为营救陈宇杰跟阿末而被重物砸伤,导致双眼失明,播出也引起热议,同时也助收视率达3.8。 吴东燕说刚演出盲人的前三天,有时候听到别人叫他名字,还是会忘记转头过去看,让他只能自己喊卡,再给我一次机会。 而现在,他在日常生活中,也练习盲人的状态,老婆白家起或是小孩叫他,他都会先耳朵先反应,也透露老婆在家中也会陪他沉浸在角色状态。 这次是吴东燕首次挑战盲人角色,他表示,为了这个新鲜的挑战,会拍摄现场用眼罩把眼睛盖住,让自己先迷航,私底下也特别观看几部戏剧作品来研究。 节目播出后也有许多观众留言讨论,尤其角色正直的他,变成失明后很多观众不舍,纷纷留言爸爸坏事做尽,报应在无辜小孩身上,成龙,是真男人,一定要变好啊,等。 在练习失明的过程中,他印象最深刻则是因为演对手戏都不能跟对方对到眼,所以只能放空地听对手演员讲话,很怕烧给了其他演员互动,因为演戏就是习惯跟对手演员眼神的交流,只能说接下来的时间很谢谢他们,一起把角色的冲击堆叠出来。 吴东燕表示,制作人肖大陆也有推荐他看1992年的电影《女人香》,看剧中脾气暴躁的眼盲退休军官跟旁人怎么互动。 除此之外,他也有看《八点当》《幸福来了》,中科书园的角色,以及港片《心与龙共舞》,李良朝伟演出失明的状态,都有特别把他们的特质放进来李成龙的角色。 在现实社会中,很多夫妻会因为生下孩子而逐渐失去很多爱人世界的相处时光,从而导致感情慢慢产生疏离。 也是因此,很多夫妻会下意识把恩爱减少归咎到孩子身上。 但其实不然,真正相爱的夫妻,无论遇见怎样的情况,都会用不同的方式制造爱意。 就像吴东燕与妻子白佳琪,就是演艺圈中的模范夫妻。 吴东燕与白佳琪在拍戏时相识,交往两年后于2018年结婚,随后便传出喜讯,生下一子小肚脐,前不久又诞下一个可爱的女儿。 当了全职奶爸后,她还特地回到电视台发放邮饭给同事们,不仅脸上表情流露出喜悦与幸福,也大方谈起新手爸爸的心路历程。 曾提到,照顾孩子比想象中更累,过往抱着朋友的小孩玩耍,觉得很轻松,但实际照顾儿子时,却发觉无论如何逗弄,儿子都不会笑,甚至没将目光集中在她身上,让她直呼,少了奋成就感。 此外,眼见白佳琪生子辛苦,她也进行了结杂手术,不打算再生。 说起两人的婚姻,其实也是困难重重,因为白佳琪比她五岁,而且还曾结过婚,所以,曾生出不少是非。 而白佳琪坦言,女儿是自己二度走进婚姻的重要因素。 原来吴冬燕曾背着她与前夫的女儿玩,当时女儿还偷偷地问吴冬燕,你结婚了吗? 也因此成为助攻小天使,让吴冬燕渐渐融入白佳琪的生活。 而且吴冬燕在追求时,曾被她拒绝数次。 刚开始吴冬燕写了一首歌,自弹自唱送给她,她一听,却是丝毫不心动。 因为她从来没谈过姐弟恋,加上一直把吴冬燕当成弟弟看待,根本没想过把她耐入另一半的名单中。 后来吴冬燕在还没追到她前,就把她的英文名字缩写刺青在手上。 她也只好撂下狠话,让对方不要再烦她,吴冬燕才默默离开。 但也正是因为吴冬燕的突然消失,让她发现了吴冬燕在心中的地位。 而她之所以没有很快答应吴冬燕,也是因为从小到大一路走来并不顺利,在经济,感情上都相当坎坷。 在和白家起交往后,两人除了因为年龄,也因为收入差距,层数度走不下去,最后靠着信仰才渡过难关。 如今,不仅事业稳定,更陆续生下了两个孩子。 白家起也表示,怀胎九个月时,因为要装潢房子花很多钱又没进账,没想到受洗完隔天,就接到了八个品牌的代言。 此外,有着本土剧女神美玉的白家起,举手投足间散发着幸福气息。 她坦言,以前从未想过,现在会如此幸福。 她不是没有其他追求者,而是早已关上新门,只要有人释出好感,都会惯性拒绝。 彼时很多人劝她找个能力强的对象,就可以过得比较轻松,她不是没想过。 所以当吴冬燕出现时,只觉得对方不知天高地厚。 哪怕在对方的死缠烂打下,她虽然同意交往,可心中仍想着早晚会结束,甚至时常把分手挂在嘴边。 吴冬燕天天写纸条是爱,她也不断泼她冷水。 因为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,她根本不相信有永远的爱情。 没想到吴冬燕的包容力超乎外界想象,她一并承受了白家琪所有的情绪和伤痛,陪着白家琪走出连滚带爬的日子,逐渐修复她内心的创伤。 白家琪形容当时的自己不仅像是剪刀武器,而且是剪刀装散弹的武器。 只要两人吵架,她总会直踩吴冬燕的痛楚,用互相伤害的方式想办法站进上风。 直到在宋一鸣家读到圣经上教导妻子要顺服丈夫,丈夫要疼爱妻子,她才惊觉自己总爱在感情中要强,导致对伴侣的疼爱渴望而不可得。 当下她立刻流泪痛哭,从此便努力改变,蜕变成内外如一的可爱女人。 过去的她,不太爱提成长中的挫折经验,但现在她却希望鼓励和她有相同遭遇的人,绝对不要放弃自己。 目前,她每周固定三天到教会服饰,和吴冬燕轮流分工,无仇的公益活动带来的满足更胜商业演出。 而吴冬燕的工作也蒸蒸日上,成为她心中的骄傲。 与此同时,其实吴冬燕同样改变不少。 她有游泳队、球队等多名麻吉,平时爱跟兄弟聚会。 但有了孩子后,她不再喝醉玩到凌晨,也会主动在十二点前回家。 顾娃、做家务全都自动自发,和白家企一起努力提升婚姻品质。 而她婚后不变的是,一直都记得与白家企庆祝他们的每个纪念日和节日。 之前夫妻俩一起上节目的时候,还提及当年的追求过程。 吴冬燕被问及怎么看待那时的白家企时,她说,就是给人很温暖的感觉。 即便她在电视台里已经数一数二当红,对后辈还是很照顾。 而出身单亲家庭的她,很早就渴望建立自己的家。 但当时白家企认为自己要养爸妈,外婆家两个孩子,即使两人交往,她仍希望对方知难而退。 回想起往事,白家企还忍不住戳气说,吴冬燕就算没有她自己的孩子,都要跟自己在一起。 她认为对方做这个让步是很大的牺牲,随后便渐渐打开自己的心门。 如今夫妻俩育有一对儿女,加上白家企和前夫的两个女儿,共养育四个小孩。 她在生下第四胎女儿后,短短两个月就恢复窈窕身材付出工作,但怎料身体却出现问题。 据悉,她进棚录影时,身体还很正常,但没想到突然肚子剧烈疼痛,送医检查后发现是急性胆囊炎。 在医生见一下,她速战速决,当天下午就做微创开刀手术。 当时吴东彦也现身医院手术室外的家属等候区,只见她一身黑衣黑裤,外加黑口罩,黑帽子,极度低调。 她望着荧幕上的手术动态,看到白家企的名字和手术资讯,拿出手机翻拍后,默默等待,全程都是神情凝重,忧心忡忡。 其实早在多年前,白家企就发现有胆结石,但医生建议,她观察看看,不必马上动手术。 于是她与胆结石和平共处多年,只是没想到结石越积越大。 索性手术很成功,白家企还说恢复之后,对今后生活不会有太大影响,只要饮食方面注意少游,避免高脂肪食物即可。 也谢谢制作单位调整录影日期,让她可以安心休养。 近年来,拼命赚钱把债务还完后,为了照顾自己妈妈和一家六口,白家企曾豪制三千万,在西纸买下四层楼家地下室的摆平别墅圆梦。 值得一提的是,当时她正好是在怀孕期间,于是吴东燕就当起新房的监工,并赶在她生产前交屋入住。 对于她生产完就火速上工赚钱一事。 吴东燕曾说,如果我的事业成就无法比白家起高,那她的生活起居就由我包办。 其实吴东燕和妻子的婚姻中,也充斥着各种常见问题,但两人用爱融化掉了一切,纵使触碰到一些难关,但两人都一起度过了。 真正的婚姻就是这样,没有一帆风顺,有的就是相互扶持和理解,带着包容去善待对方,这样才能让婚姻和爱情变得更长久。 4.5.10